四支三的三页的上面第一个图 那它要我们画出来的旋软数5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第一个 在这边然后 第一个是先点一下 给它底点一下中心点 那它的底部是25 所以数落25Enter 25Enter 把这个25Enter 底部之后的话再来 底部输入完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顶部也是25 所以这边的话也是25Enter 接下来的话TEnter TEnter之后的话数量 因为刚刚数力100 有没有看到好像文箱一样 如果你输入数力100的话 那这会很密的一个圈圈 那这边的话数量输入5就好了 5之后的话高度输入55Enter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 我们要的一个结果 但是方向 刚刚最后还有一个W 方向记得它要我们怎么样 把它改成 现在是 它这边也是逆时针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改成8圈的话 在第二个图四肢 这个33页上面这个地方 半径也是33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点一下 中心点给它 半径35Enter 上面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 也是35 两个都35 35Enter 再来的话呢 圈数是8圈 所以TEnter 8Enter 给它8圈 那高度的话呢 就给它55 好 55Enter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旋转出像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样的一个造型 再来的话 其他这个底下还有间距 间距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底下还有两个题目 那顺便讲一下就是扫略 在那个四肢43页这个地方 有个扫略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两个是搭配着看 因为大部分呢 会讲到那个螺旋 也会讲到那个扫略 那怎么样扫略出来 你们可以把这些图 假设你要扫略的话呢 非常简单 一般会配合什么呢 你可以有圆形的 圆管 或者方形的 或者多边形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圆形的圆管 点一下圆 在旁边画一个圆 点一下 那大小的话 你自己决定 这个地方的话 半径好了 5M的 5M的半径 接下来我要把这个地方 这个线 转转转 变成一个什么呢 一个水管 水管怎么转呢 特别注意哦 你看到上方有个扫略的指令 在哪里呢 在隔壁 再过来大概隔壁三格 有没有 扫略也在这里 那扫略的指令 其实点下去它会告诉你 就是沿着 透过沿路径 扫略二D物件 来建立什么 3D实体或曲面 那特别注意哦 路径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 那我们要的二D物件 就是这个 那特别注意哦 选的顺序里面要选错哦 它会可以告诉你说 一要选哪一个呢 一要选这一个 二要选哪一个 要选这个路径 所以那个路 那个主要会错的哦 就是你那个顺序选错 所以第一个先选那个小的圆 第二个呢 再选那个螺旋 选完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做出像这样一个结果 帮你扫出来 那当然你如果给圆形就是这样 如果你给方形 就会变成方形 如果你给三角形 它就会给你三角形 那怎么做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扫掠 第一个 这边扫掠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问你说 要选取要扫掠的物件哦 那要选哪一个呢 记得要选这一个 选它之后按空白键 或按Enter 选完之后的话呢 选取要扫掠的路径 特别需要路径就是这个圈圈 圈圈对不对 所以请你去选这个圈圈 选到之后的话呢 点一下 有没有 就好了 它就自动怎么样了 这个地方半径 就会路 圈圈圈 那一样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给其他形状看看 就可以扫掠出你要的结果出来了 好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哦 配合这个螺旋 加上这个扫掠 扫掠的位在这里哦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行 时